2015台北宇宙公开赛进入最后一天的赛程 在南单冠军赛的部分 由台湾一哥周天成对决中国的世界球王陈龙 尽管前五次交手从来没赢过对手 但小天在满场观众的加油声中 却打出了超强势的开局 从一开赛就把世界球王压制打 以21比15拿下第一局 也让现场气氛拍到最高点 不过陈龙毕竟是世界球王 整理心情以后第二局猛虎出闸 将招牌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 21比9扳回城 让比赛进入到第三局的决胜局 这时候成龙在利用林小的小球攻势 彻底掌握比赛节奏 一口气连下七分拉开差距 最后21比6彻底甩开小天 以2比1的局数逆转风亡 而输球的小天尽管无缘冠军 但是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 因为他真的尽力了 能打进决赛其实在我意料之外 因为毕竟上礼拜有打了世界大军运动会 刚好有一场可以让我 有一种高强度的训练的感觉 可以持续到这个礼拜 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精神都打出来了 虽然输给成龙的第一时间难免失望 但经过短暂的休息和沉淀后 小天心情明显转好 毕竟输球归输球 这场比赛他还是有收获 就是第一次在他手中拿第一局吧 对啊 因为就你们看来也是 在他拿一局也是非常困难 那这次也算是有突破吧 回顾两人过去6次交手 小天前5次不但都输球 而且都是直落2 连一局都没能拿下 这一次对决 台湾一哥竟然能够先下一城 把世界球王逼到无路可退 就算最后被逆转 但是对现场爆满的台湾球迷来说 小天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我来提区循环采访报道